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lisa 我現在人在英國倫敦的佛羅市市這邊 我現在人在Malmas咖啡 這個是號稱全倫敦最好喝的咖啡 它飯店有很多間 我現在在佛羅市場這一間的飯店 然後今天好熱 市場超級多人了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市場是 Full Market 就是所有的攤販都有開 所以我就選今天來 我之前有寫過關於這間咖啡的文章 我會把連結放在底下的知識欄 我覺得這間算是觀光客比較多 如果你們想要避開觀光客 你們可以去其他的分店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直接去看我的文章 我有介紹每一間公店不一樣的環境 他們的咖啡真的還很好喝 他們的Menu都會寫在這邊 就是黑板上 然後這一次是我跟我妹妹來 但她不想入境 所以她現在要當長信人就對了 我們還有點了一個布朗 他沒有吃過和布朗尼 但是好像蠻多人推薦的 好 那我現在開始吃了還有喝 然後等一下去逛 摩羅市場 然後待會見 謝謝大家 這裡可以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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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 柏羅市場的一間很有名的生蠔灘子吃 就是生蠔 因為我之前在倫敦住那麼久 但是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間生蠔 所以我這次第四季 然後它這邊有大中小可以選 越大越貴 然後它也有那種組合餐 四個中的生蠔 再加一杯氣泡酒或是白酒 所以我們剛剛點了這樣的組合 然後裡面就是有很多沾醬 你可以選 就是你可以放到 像這種小小的塑膠杯裡面 然後你給我裡面可以選 自己喜歡的沾醬 可以生蠔一起吃 太酸對不對 摘太多檸檬了 好好吃喔 很新鮮啊 你叫塔巴斯科嗎 我剛剛吃的是生蠔 裝的就是這樣子的大小 可是它的肉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我剛剛吃 我是加了一個是 它裡面好像是有一些洋蔥 然後這個是塔巴斯科 我覺得加塔巴斯科很好吃 因為我是喜歡吃比較有一點辣的味道 真的非常的新鮮 你一吃進去的那個味道 真的就是很新鮮的味道 完全沒有腥味 因為它有加檸檬 所以感覺就非常的清爽 我覺得吃的真的會上一年 因為真的太新鮮太好吃了 而且好像我看他們已經快賣完了 現在幾點啊 我們剛剛早一點來的時候 這邊全部都做滿 下午三點 現在下午三點 然後我剛剛看他們的生蠔 已經幾乎全部都要賣完 蛤蠔有點沙 謝謝 大顆的很鹹 但是它果肉真的非常的 我覺得做的把它比較好吃耶 吃起來非常的有口感 但就是真的比較鮮一點 然後剛剛隔壁有人點超級多的 我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麼多他們只有兩個人吃而已 可是我覺得這間的生蠔 覺得非常的新鮮 而且又不貴 因為像我們這種 4個 就是最大的 特大號的生蠔 4個是8.8磅 然後一個是2.2磅 所以我覺得價格真的很難 好啦那我們現在要快點開動 好好地享受 掰掰 我現在在倫敦一間很有名的牛排店 叫做 Flate Iron 它很出名的就是因為它的牛排好吃 然後又很便宜 之前我來吃是10磅 現在已經漲價了 漲到10磅了 所以貴了一磅 但是還是很便宜 很尷尬 很內 然後上面灑上那個海鹽真的很好吃 它牛排來的時候 它上面就已經會加海鹽了 所以已經很夠味了 然後很可愛 就是他們的刀很特別 是有點像小小的菜刀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會附那個爆米花 跟沙拉 所以我覺得這樣11磅在這邊真的很划算 如果有來倫敦的人 一定要來試試看 我剛剛已經吃完牛排了 你如果在裡面消費吃完牛 一刻牛排 然後每個人就可以拿到一支免費的冰淇淋 上面還會沾巧克力 還蠻好吃的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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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現在在Trafalgar Square 這邊是一個非常大的廣場 前面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個紀念柱 Trafalgar Square的上面走 階梯上來就是那個國家美術館 然後上面這邊有很多的街頭藝人在這邊表演 這是我以前住在這邊最喜歡的一個廣場 有的時候我就是會 時間比較多的話我就是會去買個東西 然後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面吃東西 非常的愜意 如果時間夠多的人 你們就是可以在這邊慢慢的耗掉半天的時間 因為這邊就是除了有國家美術館以外 它旁邊還有一個肖像美術館 所以兩個都可以看 然後這邊也離那個SOHO區很近 所以這一區真的非常的舒服 超級多遊客 然後現在已經晚上快八點了吧 天色還是非常的亮 你看它階梯上全部滿滿的人都坐在這邊收行 然後旁邊有噴泉 然後這邊有兩隻石獅子 但是它現在好像就是禁止大家爬上去 因為之前有超多人會爬上四隻去照相 但是其實是有點危險的 倫敦有非常多的景點可以看 但是其實都離得很近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想要省錢 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步行就好了 不需要做到太多的地鐵 你步行可以順便看路上的風景 太高了吧 太高了吧 這也太難了吧 這也太難了吧 太高了 超級啊 太高了 太高了 超級一星人 再重複動 太高了 我們也是一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